接著我們就來練習一下我們的冷視定律 來告訴我們如何判斷電流的方向 這個不要用背的,要用理解的 你要背的話,你當然要背8轉 因為線圈的繞法不一樣 然後N靠近N遠離,S靠近S遠離 那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講義上面有圖 讓你幫忙自己畫的 你自己畫的,OK 好,來 現在是N靠近 那根據想來的不讓他來 要怎麼不讓他走 N要靠近,右邊要伸誰 右邊要伸N 那請問你安培右手怎麼讓右邊伸N 要這樣子握 右邊才是N 所以電流是這樣子流 所以電流呢,從右邊流到左邊 那我們講過了,減流劑會偏向電流流的那邊 所以減流劑偏哪一邊 偏右邊 老師就問你說減流劑偏哪一方 或者是電流流向哪一方 所以減流劑偏的是右邊,OK 好,那這是N靠近 那如果改成N遠離 想來的不讓他來 要走的不讓他走 N遠離不讓他走 要伸個誰啊 要伸一個S 所以左邊是N 怎麼樣的安培右手 左邊會N呢 手要這樣子握 所以表示電流是這樣子流 電流降流表示 電流是從減流劑這邊的 左邊流到右邊 所以減流劑偏哪一方 偏左方 所以減流劑偏左 所以減流劑會偏向左邊 這樣子流 OK 好,剛才是N靠近N遠離 現在換成S靠近 想來的不讓他來 要主的不讓他走 S靠近我要伸個誰啊 我要伸一個S 怎麼樣讓他會伸S呢 左要這樣子握 剛剛我們平常講的大拇指是N啦 我們看的是大拇指N方向來判斷 好,這樣也一樣 減流劑這邊 電流從左邊流到右邊 所以減流劑偏 左 所以就這樣流 好 那S靠近是這樣 那S遠離呢 S偏遠離 想來的不讓他來 要走不讓他走 S要走不讓他走 我要伸誰啊 我要伸一個N 那怎麼樣會伸N呢 安培右手 手要這樣子握 所以電流這樣子流 在減流這邊 從右邊流到左邊 所以減流劑會偏右 這又是我們根據我們的冷視定律 配合我們以前所學過的安培右手定則 來確定來曉得 我的電流方向是從左流到右 還是從右流到左 那希望你會 我講過了 不要用背 背不完 你有八個要背 而且你還突然不能看錯 所以要用理解的 了解我們怎麼做出來的方法 學會的重要 OK 這就是我們判斷的想法跟方法 那這有個實驗叫穿不過去的圈 這個實驗請你注意兩件事 一件事情是 當他那個靠近 他第一個拿一個木頭過去 他就可以穿過來沒有問題 然後呢 他靠近的時候 他是趕走的 他要拿走的時候 是吸過來的 想來的不讓他來 要走的 不讓他走 OK 好 這是 這個實驗注意的事情 他拿那個 鋁冠剪的兩個圈圈 鋁圈 放在這個旋轉軸上面 如果我現在把筆 放在這個鋁筆 就直接過去了 他沒有磁力嘛 所以沒事就穿過了 沒有問題 接著拿一個磁棒 注意他靠近跟遠離的效果 靠近的時候是趕走的 要離開的時候是吸引的 咦 當我拿走的時候 他跟著我磁石走 我現在嘗試穿過另一個圈 哇 都是穿不過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好 但他如果真的用力 他還是穿得過去 因為感應嘛 他只是抵消少一點 他不能完全 把它弄不見 硬要穿穿得過去 他只是剛顯這個結果 靠近的時候就排斥 遠離的時候就吸引 抵消原來的磁場變化 冷次定律 冷次定律 OK 那我們的 考卷上面的題目 就會有那種 我把N靠近去 插進線圈 請問你看到的那個線圈 是數字中流 還是逆時中流 或者倒過來 我看到它是數字中轉 請問你是 N靠近去還是N拔出來 或者是XXXXX拔出來 那這個我們前面教過 會寫字就會了 我們前面有教過 如果你看到的是N 你是什麼時鐘 什麼時鐘 逆時鐘 看到S什麼時鐘 順時鐘 就是這個會寫字就會這個 會寫字就會了 N看到就是你時鐘 S看到就是順時鐘 看到就是順時鐘 會寫字就會了 會寫字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這就是我們的狀況 就是這樣 可以嗎 這就是 你就把這個結果 就記住到 就在判斷說 它應該是N進去 還是N拿出來 還是它應該順時鐘 還是逆時鐘轉 因為你知道它生N 你就知道它應該逆時鐘轉 因為你知道它生S 你就知道它順時鐘轉 諸如此類的 OK嗎 OK